癌症尤其是早期的病徵非常不明显 很多人都忽略了 偏偏越遲診断到生存下來的機會又越低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說五個很多人都忽略了的癌症病徵 第一件事要說的是疲累和越來越瘦 其實很多人都有這些問題 經常疲累代表有癌症當然未必一定 不過如果你說疲累得來就好像沒什麼理由 不是說這陣子加班多或者打機打得夜 看球看得夜 沒什麼原因無端端累得很緊要的話 那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很多種的腫瘤都會影響到新人代謝 抵抗力會弱了容易感染 胃口又會差 甚至會有些會引起貧血 都會令到人容易累 再差一點就會令到身體的蛋白質 譬如肌肉裡面的蛋白質會流失 或者脂肪又會流失 所以人們就會越來越瘦 如何為之真的有問題呢 在六個月或者一年之內 體重減少了5%以上的話 通常就代表要特別注意一些 第二件事就是晚上經常出冷汗 出汗的東西有些人多有些人少 例如有些人大汗一點 容易出汗一點都會預料 但你會發覺如果真的有些人有那些病 嚴重的病例如癌症這些 他通常無端端 人人都不覺得熱 他全身出汗濕了 衣服都濕了 晚上睡覺的時候 床單都濕了 即是要換床單 有什麼癌症會晚上經常出汗的呢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淋巴癌 淋巴癌也很流行晚上出汗 血癌 甚至有些類癌的腫瘤 類似癌症的腫瘤 其實都是癌症 不過他生得很慢 通常就叫做Casenoid syndrome Casenoid syndrome 或者Casenoid tumor Casenoid syndrome 通常這些腫瘤組織 很流行生在盲腸 他會分泌荷爾蒙出來 又是會令到人很容易飄冷汗 這個病徵大家就要小心一點 第三件事就是無端端 有些不正常的流血 通常這些一般都是怕血腫瘤 例如血癌 血癌一般小孩子是比較多一些 病徵就是無端端流血 例如刷完牙 流牙血很久都不停 無端端周身很容易雨 例如有乳 例如乳 例如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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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沒有大力撞 無端端流鼻血 通常如果血癌 也很常有 例如淋巴會腫了 淋巴核就會脹了 摸到 淋巴核最多的地方 例如頸 架 底 大腿 如果有容易流血的病徵 那便要摸一下 以外乳 乳 如果把頸 大腿 架底 摸到好多的些 那便要特別小心 立刻看醫生 另一種病徵要留意的 就是腥沙 腥沙很常見 例如老實 在職業病 在腥帶上枕也會有腥沙 但如果發覺腥沙 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比较超过三个星期都没有好过的话 那就怕它就不是一般发炎了 那就要小心一点 通常比如说声带本身有肿瘤 烟喉附近有肿瘤 甚至附近的组织 比如说甲状腺有肿瘤 甲状腺肿瘤 因为甲状腺旁边就是供应 声带的神经线在那里 如果那个肿瘤刚刚生在那里 又吃了到神经那里 也会有声沙的现象 总之如果有些毛尼拉加 无端端起的声沙 持续超过三个星期 解释不了的话 那就要小心一点 尤其是吸烟的人 吸烟的人 声解烟后的位置容易生癌症 还有一件事要留心的 尤其是女性留意 主要是下身有些不正常的流血 这件事我们简单 耳机可以分两方面 一是收经之前 比如50岁之前 不正常的流血 怎样是不正常呢 可能是旌旗和旌旗之间 无端端流血 尤其是一些 比如说 性交之后 流血那些 那就要特别小心一点 一般来说 50岁之前 比较常见的癌症 就是子宫颈 有肿瘤 子宫颈 就是阴度尽头的结构 如果阴度尽头的结构 如果阴度尽头的结构 有癌症 那些组织 会霉霉霉 流血 通常最典型的 就是 走完之后 流血 这些组织 就会比较害怕 这些组织 要特别小心 另外一组人 就是 收了经之后 收了经之后 就应该 停了经 停了一年 两年 无端端又再流血 那些 通常就最怕 就是子宫内膜 有肿瘤 千万不要 当他掉以轻心 因为很多人 就掉以轻心 因为他很多时候 早期又未必痛 又没有其他病 只是流血 最好 就要看护科医生 好 今天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记得留言 点赞 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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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